哈喽大家好我是志明老鞋 俗话俗话人必有意思 或重于泰山或看西门无恨 在众多无痴粉丝的生活下 尤其是有的人居然把视频直接私信给我 所以没错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看了之后想动门撞墙 南门上吊北门抛妇的旷世神剧西门无恨 影片一开始在一种不知道什么的特效中 出现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 原来泰鲁是传说中的西门无恨 这时画面一转二十年过去了 无恨已经长大成了六十多岁的样子 只见他在海边练乾坤大挪移 无恨大喊 看一看我的盛世美颜吧 大自然一看脸色大变 在一千六百万种色彩中来回变幻 仿佛进入了世界末日 大海也开始上通下线 然而无恨依旧很不满意 使出了三十六地立体展示 心想只要我动得快 你就一定能看到我的美貌 大一看化身龙姐分飞速逃离 无恨气而不舍 仿佛成为了三太子纳陀 在天空中飞了起来 结果遇到一群无辜的海豚 我的人妈这法克 你看人海豚逃了多么快 恨不得扎水里闷死自己 你就不能放过他们吗 虐待完海豚的无恨 又想搞清楚自己的身世 谁就想大家去找蜀流香 因为只有他能告诉自己 到底为什么自己被抛弃 虽然结果很明显 画面一转 西门无恨买了个山中座基地 他的打算是冒充蜀流香去盗窃 好把后者引诱出来 这一天正男王四子出门打猎 正好射中一只傻鸟 西门无恨非常善良 想要救这这鸟 于是再次使出了 大自然看我甚是美颜 大风一看彻底疯了 把这些人吹得七荤八素 当四子的手下就看西门无恨的真面目时 这些无恨一招瞬间露脸 把大家全部击败 看到这里我不得不恢复 我教授的演员素子 我甚至怀疑他那时候 是不是欠了三千亿的外债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俩人就突然相爱了 我是看出来了 这关于西门无恨的剧情 基本上就是无恨花钱 打着拍戏的幌子 满足了教授不可告人的授予 比如王爷想给四子找对象 他长得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教授比较有原则 有道是花人钱财变成痴呆 能把想象西门无恨的样子 都演成这么深情款款 也是非常厉害 唉 总之前面几集西门无恨的戏份 都是他跟教授的感情热薄戏 另一边铁剑派找到 楚流香的好兄弟酒鬼 想要找到楚流香的下落 这里说个题外话 酒鬼涂体的配音 我听得像周英词的配音 大家听一下 销魂不知在何方 总之直接人来找楚流香的麻烦 只见一个方丈突然出现 口中念叨 阿拉口臭阿拉口臭 把一种人熏倒在地 暂时结束了危机 没办法 楚流香只好找到了无恨 并且告诉他 这里是无恨的爹 看到这里我松了口气 这下看你怎么去跟人家肉搏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有钱别说是肉搏 就是洗澡也不是不可能的 于是楚流香开始陷入了回忆 在回忆中 无恨的妈是麻衣身家的圣女 阿姐跟她长得一模一样 我的人妈是法克 说实话无恨 你这就违反生物学了 你觉得你妈有哪些外貌有事 值得你去复刻 还是你妈的基因都是显性基因啊 俗话说反差产生美 可能是看新门无恨看多了 让我产生了幻觉 在回忆中的每一个女演员 我都觉得非常漂亮 比如回忆中出现的第一个女人 酒鬼的女朋友 当我看到她一瞬间 我仿佛遇到了真爱 什么心里美的大道理 我完全不想听 在无恨面前 我又是个低俗 三观不动的垃圾好不好 还有啊 就是麻衣身家的教主 不就是30岁的年龄差吗 不是问题 甚至是个老奶奶 这个就算了 70岁那是有点夸张 让我整理一下情绪 还有啊 就在 言归正正啊 还就在遇到一个愿意生相喜的姑娘 初相仿佛成了个傻子 一个女人 若想报答一个男人的话 其实 还有种更好的法子 难道 你点的不懂吗 我不懂 那我就给你500两银子 多谢 在面对一个收藏门的妹子的时候 我们的道帅还是不会手动 只能说 最近刺激是道帅逃不出的命运 因为在面对无恨他妈张姐姐的时候 鼠头上居然坠入了爱河 我的什么法克 可以看出来啊 姐姐还是有知识知名的 想勾引你那何止要付出代价 简直就是寿命好不好 总之啊 她俩又相爱了 还在深更半夜去约会 根据老谢我多年的心理学金啊 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 会轻步之间的摸鼻子 演技可以演 但是潜意识动作啊 是无法控制的 没办法啊 戏还是要演啊 内部的夸姐姐长得好看 所以像只好夸她的耳环 很好看 有些女人 一戴上耳环之后 就会变得很可怕 所以 你最好小心一点 哎 说实话姐姐 你这可不可怕 跟你戴不戴耳环 有什么关系 这个果儿耳环可不非 当然 虽然全居子的女儿啊 长得都比姐姐好看 但是比不过人有钱啊 虽然让姐姐的人啊 还是非常的多的 比如啊 这个跟姐姐结合混的大人物 二十年后 还在评为那次洞访 简直像一场恶梦 而这个爱慕者 更是在一片 象征着邪恶的运火中 对姐姐朝思暮想 后面的剧情啊 我大概看了一下 主要就是这个姐姐啊 各种花式换衣服 更属于像那一世 花式调情 至于剧情 这什么编辑都是她自己 你还想什么剧情 我觉得啊 这部剧完全可以改名 就叫《富婆与男明星的那些事》 或者叫《2000日光自拍下的我》 因为啊 这鸡肺除了去杂鱼男演员之外 主要都花在了这日光特效中 但凡她出现 那镜头都能磨皮200成 就像是个癞蛤蟆 都给你磨成水灵小青蛙 然而这依旧为了拯救 女主的盛世美颜 不过啊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其他女演员 都比女主长得好看 一方面也体现了无垢的自信 另一方面也说明啊 有钱不是万能的 想找到比她还那啥的女演员 还是比较难的 当然 每部电视剧都有广为流产的部分 所以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全剧的精华部分 不准你到这儿来了 我们一人一个水盆 谁也不许抢谁的 我来啊 是因为那盆水 没有你这盆水来的香啊 哎 你知不知道 我刚刚在这里面洗过脚 不管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我可以跟你保证 你是怎么样都推不走我呢 哎 又倒是支持齐果 这就是造的小狠狠的代价 看到这里啊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在此啊 我想对那些强迫我看 西门无恨的粉丝说 再这样对我 那么结果只有一个 好的 西门无恨我终于做完了 我觉得我需要几个月 才能缓和过来 如果想让我早日恢复势力 千万不要忘记 张网平等点赞 推特别收场 鼓励三流 不然小心我找西门无恨 跟你洗澡 当然喜欢也不要忘记点关注 更多搞笑吐槽 以及电影解说 都在老邪说定 我是这里老邪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